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把那些悲情缠绵的情节生动感人的呈现出来呢 首先 明彩诚是个落魄不得志 非常穷非常惨 总会令人同情的书生 之所以选择小郑 原因在于 她长相中有点多愁善感 这有点令人怜惜 她肤色黑 像个有些倒霉的 穷苦的或者曾经受了很多苦的男子 其实 从女性观众的角度来说 由于很多女生同情心非常强 她们并不总喜欢看那些威风凛凛的将军 或者掀起飘飘的上仙 有时候 反而会对落魄 沧桑 可怜而又单纯的书生萌生深深的同情 或者说想看这种角色 然后 众多的年轻女性中 谁的长相与气质更符合小倩这个看似七美丁冷 实际充满柔情的女鬼呢 菊静衣 肤色白 长相清秀 形象还算符合 但小倩是个感情极其丰富的女子 身上凝聚了浓浓的情仇爱怨 这一点在菊身上没有体现出来 张天爱 长得白 清丽明媚 穿白色古装非常飘逸 但她气质是很温暖的 微微一笑就让人感到阳光灿烂 没有女鬼身上那种快要发霉般的阴森和凄冷的感觉 古丽娜渣 具有小倩那种既年轻又情感丰富的特点 也能够饰言冷冷清清的女子 但她给我感觉能力很强很独立的样子 不像小倩那样有点娇若可怜 容易博得别人同情 吴景言 演技还不错 但她还真不怎么像多情女鬼 热巴 不够冷 不可怜 也不忧怨 看来看去 小倩的演员还真是难选啊 毕竟王祖贤那一版太被人们钟爱了 一时真想不出有谁能与她相媲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